現在找到H座標,H座標牽涉到H座標和Y座標,H的X座標和H的Y座標 H座標是不需要量度的,因為整條的AH都處於Y軸上高 所以每一個X座標都是0,現在問題是,到底H座標在原點上高的Y座標是多少? 只要我們算到C,SC,即是算到AH 再說一次,G是三個人的外心,所以G也是整個圓的原心 我們之前已經有一個圓形的方程,所以先算到G 因為只要算到G,我們會即時知道GR,從而也會知道AH有多高 G透過圓的方程,我們拿回原心的公式,就會算到-15 換言之,如果這一條是-15的話,AH就會是10 H是10的話,H座標就會是2 那即是說,H座標的座標就會是02 OK?應該會明白很多 這裡也是,如果你在想的時候,記住記住 是要想起,到底之前那些part,它要正的東西有什麼幫助 那你才去想的,行不行? 如果你不是想之前那些part有什麼幫助的話呢 你段估你都不會想到要去計個10出來的 那怎樣可以計到那個10呢? 那個10呢,其實就是要計到G就可以了 計到G,兩倍,就是在說這些東西 OK,那我們正式轉入第三條了 第三條問是不是共緣 那,如果一問你是不是共緣呢? 那我就希望你想起,圓內接四邊形 在圓形的特質裡面,圓內接四邊形 我們會有什麼想法呢? 其實只需要想起兩個層次的東西 第一個層次就是它的性質 即是說,兩隻對角,兩隻對角加起來呢 最低180度,咦?這裡也是這樣的 這些這樣的 電腦真的不可靠很多時候 其實我什麼都沒有做過的,它自己會走回好位的 那些電腦是不是真的不可靠呢? 你看看,電腦就是這麼壞的了 無端端會走回的 再來一次,圓內接四邊形 第一個層次我們就想起它的性質 就是對角加起來180度 第二個就是外角 原來接四邊形的外角就是 內角就等於外對角 那我講講外角的東西,就是角A等於角E 第二個層次你會想起正共緣 正共緣,你怎樣去正呢? 那有三個方法 第一個方法 就是你將兩對角加起來180度 加起來,如果是180度就正了 第一個方法就是看它的外角是否等於外對角 如果是又正到 第三個方法就是 只要你觀察到它有同公形上的圓周角 那我們就可以用這個同公形上圓周角的逆定理去正它 那這次我們是怎樣去正 B O H G 這四點是否共緣呢? 如果你 一看,沒有角度的 什麼角度都沒有 那就不用玩了 這個一定不用,不關它事 跟公形上圓周角 對不對? 那這裡兩個對角沒有 好啊 那就唯有量一量這個 現在二選一 我先當是這個 又或者這個都不定 即可能是 內角互補也未定 可能是外角等於內對角也未定 那我先看看 我觀察到 這隻O的外角應該是直角來的 為什麼?因為是垂心 OK 那現在只需要試一試 G角 它的內對角 是不是90度呢? 如果證實了它是90度 那這兩個就一定是共緣的 如果證實了不是90度 那它就不是共緣 那怎麼證實呢? 那我們有H的嘛 我們有G的嘛 我們有B的嘛 你逢是有兩點都可以找到斜率的 逢是有兩點都可以找到斜率的 如果兩個尺度乘了是-1 就是它們互相垂直的90度 如果不是的話 那就是不是90度 那我計算出來 我立即乘了給你看 咦?乘了是-3 那就是不是-1 那我就肯定這兩個 就不是90度 不是互相垂直 所以角 B,G,H 就不是角 H,O,H,O 應該這個是C來的 不是那隻外國H,O,C 又錯了 H,O,C 那所以呢 我就可以conclusion了 我可以conclude了 或者總結了 B,O,H,G 就不是公園 好了 第16題的講解 來到這裡就完結了 那請容許我和你說回一聲 Sayou Lara